料理籽鋪兩層就夠了 如果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是說直接鋪在這電鍋的底層 但是注意喔 不可以放水 不可以放水 那不然就變真的了吧 那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要烤水不能放水 然後我們要加上什麼 加上一般的沙拉油 就可以了 在底下就是料理籽的底下 鋪上一層沙拉油 再淋進去 之後不要太多 這樣就夠煮了 為什麼 因為你煮太多 你放太多的話 反而不容易熟 然後這個棒棒腿 我們把它蓋起來之後 料理籽也鋪好了 把它蓋起來之後 在上面我們要鋪什麼 因為我們要馬上吃對不對 是啊 就是烤肉 烤肉也是一樣 我們把這個蓋子洗乾淨之後 綁上了洗脖子 各位觀眾現在可以跟大家解密 為什麼不能用鋁脖子 一定要用錫脖子 為什麼 再賣個關子 等一下我們耀寬博士 會跟各位解釋的 因為健康因素 可是一般觀眾不了解啊 會覺得說錫脖跟鋁脖 有什麼不一樣呢 不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話 等於說颱風天我也可以在家裡烤肉 沒有錯 我完全不用離開 現在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預判 萬一天兔真的 真的 那一定要來了 不用說真的了 而且剛剛余將軍已經講了 絕對會來的啦 會變中度颱風 是啊明天就會變啦 會刮風大雨對不對 刮風南部刮大風下大雨啊 各位觀眾 用我這一招 我剛剛都已經示範給各位看了 我可以告訴你 就在你家陽台 就可以搞定了 今天名嘴當跑堂兒的 來給各位示範這一道 我可以告訴各位 你只要能夠讓油煙散出去 而且剛剛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油煙並不多喔 這一招非常有效喔 攝影棚裡不能生火 用著電鍋來烤肉 我們現在不是有規定 不能用明火嗎 烤得我們所有人 肚子餓得不得了 各位剛剛根本沒有看到火啊 可是 這是我第一輪 剛剛我們開場的時候 我就跟立剛講了 現在都已經有點冷掉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熟透了 不能再烤了 現在我正在烤第二輪 立剛來 你要不要吃吃看啊 究竟它的味道怎麼樣 沒關係 我等一下自己來享用好了 這樣子 你現在就要吃 你一定要吃吃看 那我抓個雞腿 我抓個雞腿吃吃看 好 你吃吃看 確定熟的嗎 一定熟了 真的熟的嗎 如果沒有熟的話 沒有熟我賠你三倍嘛 真的 你賠三倍你烤三倍肉給我吃 然後我跟你講 你現在如果要吃 迷迭香的話 你就可以放迷迭香醬料進去 或者你也可以放香菇 味道好耶 其他你愛吃什麼的味道 就可以加什麼味道 覺得怎麼樣 來我也來吃一根看看 不錯不錯 味道不錯 那我們兩個就繼續吃了 第一次當跑場 真的不錯耶 雖然有點焦 但是 這樣子烤居然可以熟耶 奇怪 為什麼 電鍋耶 各位觀眾 那為什麼大家還要買煤炭啊 直接電鍋烤就好啦 各位觀眾 如假包換 這都是電鍋烤出來的 我完全沒有加其他的東西 我們也沒有說 先烤好 然後放在這邊 不是 就是剛剛我那十幾分鐘 就直接可以這樣烤出來 各位觀眾 會不會覺得很神奇啊 原來電鍋也可以烤出 好吃的烤肉跟培根 可以在家裡試試看喔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好吃的烤肉跟培根 我嘴巴的東西先吃完再繼續講好了 對 那你就慢慢繼續烤 等一下烤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一起吃 真的很好吃耶 你看 我自己烤我自己都不相信 陳博士啊 吃著烤肉 嘴巴還意猶未盡 但是我要來問問你 為什麼呢 大家烤肉的時候 其實木炭當然不能少 因為烤了的時候才有那種烤肉感覺 那華乾剛剛那種烤法 你說在家裡怎麼烤起來 都沒有那種烤肉的感覺 對 剛剛乾哥那個是電鍋嘛 對啊 那個很多人還是不習慣 不習慣 最多的 味道吃起來是一樣 對 差不多 但是呢 有一個麻煩 它的是不用烤肉架 但是呢 像下雨天了 還是很多人喜歡烤肉 但最重要的 要把門窗打開 因為木炭的話怕液氧化炭 所以一定要整個通風 不然就會液氧化炭中毒 但是除了打開窗戶大家知道 不然的話產生中毒 最重要選擇烤肉架 等一下 烤肉架不就是那個到處賣場 都有在賣嗎 對 還有什麼好選擇的 反正我一般來說 我烤完不就把它丟丟掉了 其實健不健康 烤肉架蠻重要的 怎麼說 除非剛剛乾哥用的 用這個電鍋 不然的話烤肉架選擇很重要 所以乾哥剛剛用的電鍋 反而最衛生 對 所以說如果用電鍋 不如意 那麼選擇烤肉架 就很重要了 好 烤肉架各位看一下 這個烤肉架會有差別的 有的很輕 那麼有的很重 那麼有的貴有的便宜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 那如果這是輕的 這是輕的 這是重的 這是重的 那我當然選重一點的 表示它價錢比較貴 價錢比較貴 但是我們要給各位看一下 通常這一種鐵做的 這一種鐵做的 跟不鏽鋼做的會有差別 那麼鐵做的 如果我們在家裡 拿個磁鐵就可以了 等一下 如果烤肉我用方便 我當然拿新的比較方便 對 但是各位看一下 而且我通常一般烤肉這種東西 我烤完就丟掉我幹嘛 要花那麼多的錢呢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通常鐵的這個烤肉架 為了美觀 它上面堵一層心 那麼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總是有肉汁 油汁 那麼滴在上面的話 這個心會脫落 我們把心吃到肚子裡進去了 等一下 這上面的心會脫落 各位看一下 為什麼有心呢 譬如說我們拿一個吃 可是那油汁沾在上面的時候 那肉吃起來 不是很香很美味嗎 就是這個肉呢 跟有的人喜歡滴點檸檬 滴到檸檬上面 有的人喜歡沾點醋在烤 對啊 我如果把那個魚放在上面 我當然要這樣滴檸檬吃上去 那這個鐵呢 上面有鍍的心 各位看一下喔 鍍的心你把它擦一擦 那個心會起來 就好像這個是醋 好了 我們做了實驗這個醋 那我把醋呢 用這個麵子稍微擦一下 各位看喔 你說上面會有心 對 怎麼可能 會有心就脫落出來了 好 那這樣子的話等於這就脫落了嘛 對 那麼這一種呢 你看一下 吸住了 你因為它是鐵的 是鐵的 不吸住 所以這種就是鍍心的 鍍心的 那吃到心的話 所以表示說它是鐵的材質 但是它因為鍍了心的關係 對 所以你看起來表面還是亮亮的 還亮亮的 那這種 要不然鐵的話就會生鏽了嘛 對 那這一種的話 避免就是要肉汁直接烤 最好是鋪一層這個錫薄 鋪一層 但是這個心吃下去會怎麼樣 吃 心最主要 我們吃心如果多 噁心 嘔吐 那麼把心吃到肚子裡面 最重要就傷害腎 所以為什麼洗腎 會傷腎喔 為什麼洗腎那麼高 就是大部分的重金屬 沒辦法代謝掉 那麼腥也是其中一種 那如果剛剛幹哥提到的 你用的是鋁箔紙 那就麻煩了 什麼鋁箔紙也不行啊 買了這種便宜的 上面用鋁箔 一般不是這種都是鋁箔紙嗎 對 要洗脖紙 什麼 要洗那才行 為什麼呢 因為用鋁箔的話鋪在上面 那麼鋁會釋放出來 你加了這個肉汁啊 加了烤肉醬 加了檸檬酸啊 雞的檸檬汁啊 有檸檬酸 它就把鋁釋放出來 但是一般我們在烤肉的時候 不是包那個魚啊 包那個菇菇啊 不是都是要用這種紙嗎 對 但是要選擇 你不能選鋁箔 要選錫箔 我不能選鋁箔啊 可是那外面賣的時候 一般像是用鋁箔紙 對 鋁箔紙 不能用 不能用 鋁箔紙不能用 對 鋁箔的話 只是包魚肉放在冰箱裡面可以 你的意思是說這個鋁箔 只能放冰箱用 對 保鮮 但是我不能拿來烤東西用 烤肉不行 因為拿來烤肉的話 上面我們知道 可以滴一點檸檬 對不對 那檸檬遇到這種鋁 才釋放出鋁元素出來 吃了就是變笨了 什麼 會變笨 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 對 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 跟這個也有關 就是比你的元素吃太多 所以說這種盡量不要拿來烤肉用 所以芯不能用 就是用鐵架子 鐵架子 有鍍芯的 有鍍芯最好買一個 然後鋁箔紙不能用 對 鋁箔紙 所以我要用錫箔紙才行 那如果你買了這個東西 你吸的 是鐵上面亮亮的 好 那你就買錫箔紙 鋪在上面就OK了 那麼不然的話 還沒買烤肉架的人 你就買這種不鏽鋼的 它是吸不住的 不鏽鋼吸不住 所以不鏽鋼吸不住 它安全 所以它不會有所謂的鍍錫 鍍芯的沉浸 那也不會有這種鋁殘留 也不需要麻煩 所以這樣子 那你這樣說 這個就可以吸得住 對 那所以說亮亮的 叫做鍍芯了 那但是這個的話就不行了 對 所以這個不鏽鋼的 對 這不鏽鋼的 就吸不住 就可以安全一點 真的 有差 對 原來裡面的材質不一樣 我們表面上根本完全看不出來 對 那另外如果買了 這個是鋁魚不要用 放冰箱冷藏冷凍用的 那麼如果是烤肉的 用的錫箔紙 那怎麼包 那麼錫箔紙要怎麼包 也是有訣竅的 通常一般來講 錫箔紙有兩面 這一面比較亮 這一面是霧的 那麼包食物的話 假設我們這塊肉 或這個玉米 很多人烤玉米 喜歡包的這個錫箔紙 對 那麼怎麼呢 亮的跟食物接觸 跟肉或是跟玉米接觸 所以亮面在裡面 亮面要在裡面 對 亮面在裡面 為什麼這樣子呢 為什麼 因為亮面有拋光壓過了 所以比較不會有金屬脫落 也比較安全 而且在外面的話 如果你把它反過來 這亮面烤的比較慢 熟的比較慢 因為亮面熱能的反射動作 你的意思是說 它因為像鏡子一樣 它會把熱能再反射 反射 所以變成它的溫度 增溫的時間會比較慢一點 對 所以熟的就慢 那萬一這上面呢 因為沒有拋光 所以它的這個顆粒比較大 那麼也比較容易脫落 金屬出來 原來沒想到烤個肉 還有這麼多玄機 我連包東西都得要 看嘴方向包才行 對 所以亮面跟食物接觸 霧面在外面 所以我要覺得亮面 是跟食物接觸 霧面是在外面 接觸那個火源 所以這樣子 如果要烤的時候 把錫箔紙 如果你買的是這一種 鍍芯的鐵架 那麼就這樣鋪在上面 亮面在上面 接觸食物 這樣烤就安全了 那如果烤完之後呢 怎麼辦 你要洗你的架子 對不對 烤肉架 對 烤肉架洗很重要 因為要環保 明年可以用 因為不鏽鋼的比較貴 明年可以用 那麼這時候怎麼去洗它 我們教各位 如果你用刷子去刷它 對啊 因為已經整個都髒掉了 那我當然就只好用刷子拼命刷 用了清潔劑 用了刷子拼命來處理 對 那我們可以教各位 比較簡單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用小蘇打粉 小蘇打 小蘇打粉 小蘇打 這個有什麼用途 好 那小蘇打是鹼性的 它也天然的 那我們用熱水 泡小蘇打粉 把它攪拌完之後呢 用刷子 或者用菜瓜布 海綿 沾著來擦 你是說沾了這個蘇打 很快的就可以擦乾淨 來擦 喔 這個神奇嗎 對 它產生所謂的造化反應 因為蘇打它是鹼的 油 這上面的油 是這個油脂 跟它產生造化反應 就變肥皂了 這樣擦一擦 就很亮 你們看一下 但是我用肥皂的話 效果反而沒有它這麼強 肥皂反而效果不好 因為這個你看 擦完之後 各位看一下 真的耶 整個變亮了 這邊都還沒 對 你才刷兩三下 這邊就變得這麼亮了 就亮了 所以用這種方式 用小蘇打加水 要環保 小蘇打加水 加熱水 加熱水 來刷一刷 就可以使用 那麼烤肉的時候 有特別注意 像華乾剛剛烤了 不是燒焦的嗎 那燒焦千萬不要吃 那要怎麼樣才能吃得健康 對 就是燒焦 如果萬一烤焦的時候 那個燒焦不要吃 那麼烤肉的時候要醃 我們看烤肉健康的三方法 醃肉滿重要的 剛剛 醃肉也很重要 很重要 可是現在外面很多 通常都醃好的 你直接買了就可以烤了 對 因為它醃的 總是鹽分過高 那麼油分也過高 所以剛剛華乾剛剛 是烤肉 它沒有加醬料 它沒有加醬料 過烤焦了 那也不行 但它後來刷了 那個烤肉醬上去 最好是自己來醃 為什麼 通常外面 都用醬油那過高 所以我們自己的醃方法 我會建議 林健良醫師他之前的研究 就是用紅酒 或者用啤酒 加蔥 薑 蒜 再加一點烤肉醬去醃 那這樣的話可以 紅酒加啤酒加蔥 薑 蒜 加了蔥 薑 蒜 會變得比較好吃嗎 它會吃得比較健康 而且為什麼在烤肉的時候 拿麵會產生所謂的 易環胺這種化學物質 你是說加了蔥 薑 蒜 會有易環胺這樣的物質 不是 它沒有加的話 易環胺 因為蛋白質 沒有加會有易環胺 易環胺這個物質是致癌的化學物質 那麼如果加蔥 薑 算其中幾樣 那可以抑制這個易環胺的化學物質產生 所以88%安全的 如果沒有加 那危險性就增高 所以說只要我們用紅酒 或者是啤酒 再做醃肉醬 順便再加點蔥 薑 蒜 這個易環胺的生成 有減少88% 所以我醃了以後 我再把它上去烤的時候 易環胺就不容易生成了 對 那麼如果你燒焦的時候 那個燒焦不能吃 因為燒焦產生著 所謂的致癌化學物質 就所謂的我們叫 芳香町的化學物質 醃也是 所以這個有火的地方 如果你的炭火產生了這個火 盡量把它鋪面 用水把它鋪面再來烤 為什麼呢 因為火直接接触到肉 會產生芳香町的化學物質 而且油脂滴下去 因為產生這個煙霧 也是芳香町的化學物質 不好 那麼建議就是 新鮮的肉最好 那個煙過的 譬如說煙過的肉 甚至譬如說香腸 盡量避免 因為這一類的 煙過的這個臘肉 所以不要把香腸放上去烤 對 臘肉也不要放上去烤 對 最好是先煮熟了 食材先煮熟再來烤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類它有所謂的 雅硝酸鹽類的物質 煙肉 尤其香腸或臘肉 通常有這個雅硝酸鹽 那麼如果你沒有把它煮熟 直接這樣烤 最容易產生雅硝酸鹽 致癌的化學物質 因為它跟蛋白質一接觸 反應本來是雅硝原類 那麼加熱的時候 它產生雅硝酸鹽 就致癌化學物質 就吃進肚子了 所以說先煮完之後 再來稍微烤一下 那麼烤的時候 最好呢 就放點糖 就產生的非常美味的 那最後呢 多搭配洋蔥 蒜頭 因為它可以代謝 避免這個自由基產生 也可以降低癌症的敵方風險 原來啊 吃個烤肉 學問還這麼多 要吃的健康 要吃的安全 你用的食材對不對 你用的這些烤肉用具 對不對 這都是有一些 學問跟道理的喔 你晚上聽完了 我們新聞龍捲風 買這些東西 明天晚上要烤肉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 買錫箔紙 別買鋁箔紙呢